林德洛夫上场红膜败上胜多2017年10月,下窗刚刚以3100万英镑的转会费,从德菲卡加盟的瑞典中卫,在大雨瓢波的比赛中,出场替换受伤的菲尔球斯,然而,仅仅在10分钟之内,林德洛夫就连续两次犯错,导致哈德斯菲尔德连入两球。 曼联为蒙帮魂劣势,65年以来,第一次输给了哈德斯菲尔德,并不意外的是,林德洛夫成了替罪羊。 受到高度评价的瑞典人,本来应该成为穆利尼奥逐力打造的全新防线的核心球员,相反,他在三个月里仅仅出场了6次,瑞典人显然没有做好冲犯的准备。 对哈德斯菲尔德一战的糟糕表现为他的第一个赛季奠定了基调。 林德洛夫无法提升主力阵容,即使得到出场机会,也视而出任中位,视而出任右后位。 当穆利尼奥在2018年下冲,准备再迁入一名中位的时候,林德洛夫的前景看起来就不太确定了。 曼联高层并没有迁入中位,只让穆利尼奥感到沮丧,但对林德洛夫来说,这个消息显然太棒了。 在约翰史密斯球场接连半措的那个下午之后14个月,林德洛夫已经悄然成为曼联最重要的中位。 赛季开局阶段,林德洛夫是少数在莫里尼奥执教时,有着出色表现的曼联球员之一,而在索尔斯克亚执教之后,若有点人又成了出门将之外。 今晚每一场英超的唯一一位曼联球员,中二队阵伯恩历时,他的进秋帮助曼联单平的比分,这足以反映出,他在队中具意提升的重要性。 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林德洛夫才做到了这一点,这或许并不是所有人的期望,但需要记住的是,他并不是第一位在曼联遇到马发的中位。 最著名的当属维迪奇,2006年在对曼城的灾难进出紫秀之后,很多人都质疑他是否有能力为鸿魔效力。 加蒙曼联时,维迪奇选择的时机并不理想,他在2005-06赛季中处加蒙曼联,而他此前则效益于正在经历东西期的莫斯科斯巴达·林德洛夫的情况也同样如此。 他在加蒙曼联时仅仅22岁,而且在一线队仅仅踢了一年半。 很显然,希望他去速度稳住立位置,并且改善曼联的防守是不显时的。 林德洛夫显然需要时间,但他也明白,他需要按照维迪奇的方式去工作。 维迪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,在英格兰待了六个月之后,我意识到,我唯一能够适应球队的方式,就是去努力工作。 依靠同样的态度,林德洛夫也同样获得了回报。 在接受采访时,魏典人将在英格兰度过的前六个月,描述为相当艰难,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,我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,我每一天都努力做到最好,努力工作,并且不断提升自己。 对林德洛夫来说,努力工作的重点,在于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,他的技术一直非常出色,战术上也飞。 常聪明,但来到英超踢球意味着,你要有足够强壮的身体,在这一方面,林德洛夫本赛季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。 面对身强体壮的对手中风,林德洛夫不再处于下风了,数据足以证明这一点。 OPTA的数据显然,林德洛夫本赛季场均赢得4.4次对抗,上赛季则是3.6次,他的对抗成功率从55%,提升到63%,更重要的是,瑞典人争抢投球的成功率,从47%,提升至59%。 林德洛夫取得的提升让莫里尼奥很是高兴,11月份对战水进攻之后,葡萄牙人表示,林德洛夫成了其他球员的榜样,索尔斯科亚也有过类似的表态。 在对阵热测时,林德洛夫在与凯文较量时的表现,令人印象深刻,在球长球场战胜阿森那一战,瑞典人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林德洛夫的表现不断提升,也让曼联的表现更加出色。 颇为有趣的是,自从本菲卡转投曼联以来,在林德洛夫出场的比赛里,曼联的胜率达到了66%,而在他缺席时,红魔的胜率,则仅为56%。 当然,这样的数据或许存在一些误导性因素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连续性让林德洛夫受益。 在牧利尼奥执教时,林德洛夫不得不经常与不同的中卫搭道,而且葡萄牙人频繁更换阵型,索尔斯科亚一直使用似后卫体系,在过去七场英超里,林德洛夫六四与琼斯搭档出场。 德洛夫一直有着出色的表现,尤其是对热刺一战的表现,更是让他得到了媒体的集体赞誉。 然而,西班牙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,我认为琼斯和林德洛夫的状态,对球队来说至关重要。 他们有着非常出色的状态,这是非常,非常好的。 我认为随着他们更多的搭档出场,他们会更加了解对方,也更加熟悉对方的踢球风格。 败力复出之后,曼联中卫的竞争会更加激烈,而在夏季转会窗口,红魔或许会再嵌入一名门奖。 啥呢? 林德洛夫已经坐稳了主力位置。 在度过一个噩梦般的开局之后,林德洛夫在老特拉夫的球场。